先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, 此鸟仅一目一翼, 此雄须定义飞行, 故称鼻翼鸟。 蝶则为鱼鸣, 此鱼一定要紧贴着对方才能行动, 故称鼻目鱼。 间谍比喻恩爱的夫妻, 魏无羡和蓝望鸡互通了心意之后, 除了天天之外, 经常外出一起夜列。 某天, 魏无羡跟着蓝望鸡夜列路过一个叫间谍村的小村庄, 两人说好在村外的小树林会面, 蓝望鸡迟来一步, 一尘不染的白雪踏着青草, 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 他已然看到小苹果, 于是轻轻撩开挡在面前的嫩枝条, 正要脱口而出, 喂, 就听到魏无羡爽朗的笑声, 姑娘这么美, 肯定能如愿的。 姑娘, 蓝望鸡心里一惊, 停入脚步, 仔细看去, 魏无羡身边围着几个当地的姑娘, 熬一派酸声笑语, 魏公子, 你嘴真甜啊, 所以说魏公子, 你要随我们一起去看看吗? 只听魏无羡一口答应, 好啊, 反正我朋友一时半会也回不来, 我就随你们一起去看看, 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那般神奇? 姑娘们嘻嘻哈哈, 热热闹闹的叫嚷着, 走啊, 走啊, 有一位姑娘问道, 空子你的驴怎么办? 要牵着一起去吗? 蓝望鸡迅速地闪身到树后, 怕魏无羡过来牵小苹果看到他, 却听魏无羡笑的欢迎, 他就算了, 脾气坏得很, 走两步就喊累的, 让他留在这里等我朋友来吧, 那姑娘听说他有朋友要来, 问, 你朋友来了没看到你, 怎么办啊? 一听说到他的, 蓝望鸡避气凝神, 且听魏无羡怎么说, 魏无羡哈哈一笑, 说, 那就叫他等等我呗, 魏无羡和姑娘们一边说笑一边走远了, 小苹果布满地叫嚷着, 蓝望鸡胸中憋着的一股气终于吐了出来, 心头一丝难言的酸涩, 他走了过去, 低下头, 闭上眼睛, 轻轻地抚摸小苹果的头, 手上提着的酒却没有放下, 他细细咀嚼着魏无羡刚才的话, 姑娘这么美, 捧酒, 叫他等等我呗, 他不如轻轻叹气, 在心里问道, 魏英, 你还是喜欢姑娘吗? 为何对姑娘说我们是? 捧酒, 远处魏无羡和姑娘们的说, 笑声, 仍在隐隐约约地飘过来, 蓝望鸡耳目俱佳, 要听清, 自然没有问题, 我还从未见过魏公子你这般俊俏的小郎君, 哪家姑娘跟了你一定幸福死了? 魏无羡大言不惭, 你也这么觉得吗? 立马有一个姑娘交称, 魏公子你都不谦虚一下的吗? 那些话就像是一根根狠细的针一样, 扎在他心上, 秘密地交织成酸鼠壳无助, 最后声音也听不见了, 蓝望鸡默默地笔直地站着, 一动也不动, 如老僧入定, 有几个小孩子嘻嘻哈哈地跑过来, 打脸着他, 叽叽喳喳的, 真的是神仙哥哥, 你看你看, 没有骗你吧? 还有好奇的, 这个哥哥一直在这里站着, 不知道在等谁呢? 蓝望鸡不动声色,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, 心里却不犹犹叹气, 魏英姑娘们带着魏无羡到了一个地方, 对他说, 到了到了, 魏公子就是这里了, 魏无羡看到很多人正往门里走, 还都是姑娘们, 人还真多呢? 姑娘们纷纷说, 接下来就看魏公子你自己咯, 祝魏公子好运, 魏无羡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, 眼前出现了蓝望鸡俊美清冷的脸庞, 和挺拔如松的身形, 两颗红色珠子落在了他的手心, 蓝望鸡依然在树林里闭幕等待着, 突然, 他听到了一阵有远及近的脚步声, 不由宁神细听, 在一群姑娘细碎的脚步声里, 魏无羡显然是大步奔过来的, 好像有点急,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, 眼神有些刻意的漠然, 魏无羡停住脚步, 转过身去, 跟姑娘们挥手道别,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, 姑娘们道, 不客气, 魏公子有缘再见, 姑娘们嬉笑着, 恋恋不舍地走了, 魏无羡一回头, 看到蓝望鸡, 关快地挥手招呼, 蓝战, 见了魏无羡灿烂的笑脸, 蓝望鸡一时忍不住嘴角青阳, 魏无羡了一路小跑过来,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, 事情都解决了吗? 到了蓝望鸡跟前, 他在一脸关切地问, 等很久了吗? 蓝望鸡淡淡地回答, 嗯, 魏无羡自顾自地说, 可惜了你没感伤, 这村子今天有个特别的节日, 他一眼瞥到蓝望鸡手中一直没放下的酒坛, 惊喜道, 你给我买了酒, 太贴心了, 今天有好事正想喝酒呢? 好事, 蓝望鸡的心又被扎了一下, 他的脸沉了下来, 等了许久, 终于见到魏莹的喜悦, 煞时消失无踪, 魏无羡扑过来, 就要去拿酒坛, 蓝望鸡动作更快, 把酒坛一提, 魏无羡扑了个空, 魏无羡顺时感到不对劲, 有些差异地抬头看蓝望鸡, 脸上神色, 要看出点究竟来, 蓝战分明, 不高兴, 他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, 蓝战, 你怎么了? 是不是等太久了? 蓝望鸡扭头, 不说话, 魏无羡把脸凑近了, 不一不饶, 蓝, 二, 哥哥, 怎么不高兴了? 蓝望鸡把脸转得更过去了, 魏无羡跟着凑过来, 蓝望鸡, 灵光闪过, 他恍然大悟, 伸出食指挑起蓝望鸡俊秀的下巴, 我知道了, 一定是我们家蓝二公子的醋, 弹死又打翻了吧, 蓝望鸡依然不说话, 一丝脚狭在魏无羡的眼睛里闪过, 他轻轻一笑, 扑上去, 贴住了蓝望鸡有些凉凉的嘴唇, 分开后, 他不安分地摸着蓝望鸡的下巴, 好了, 是我错了, 你别生气好不好, 蓝望鸡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, 猛然堵住了魏无羡的嘴唇, 一番唇舌交接, 蓝望鸡有些急躁地在索取什么, 分开前还不忘在他下唇轻轻咬了一口, 魏无羡吃痛, 轻轻推开他, 脸上依旧带着红韵, 道, 真是的, 蓝战, 都多大人了还这么爱吃醋, 蓝望鸡还是不说话, 闷闷的, 魏无羡连忙投降, 好好好, 我的错我的错, 他款儿一笑, 低头去掏袖子, 对了, 我有个东西送你, 然后他的手从袖子里伸出来, 抬头笑一盈盈地对蓝望鸡说, 把手给我, 蓝望鸡一延伸过手续, 魏无羡轻轻地给他系上一根手链, 上面有一颗红色铸子, 蓝望鸡抬起手腕仔细看过, 问道, 这是, 魏无羡抬起他自己的手腕, 上面赫然也系着同样的手链, 他一字一字地说, 尖, 叠, 猪, 他把手链在蓝望鸡面前晃了晃, 说, 我也有一个, 这可是一对哦, 我刚才不是说, 这个村子今天有个节日吗? 听说这个村子每年的2月14日, 是仙旅节, 是为纪念村子里的一堆非常恩爱的仙旅, 传说, 这对仙旅生死之后, 灵魂也相依相守, 他们生前种植一种花, 名叫间谍花, 此花需要悉心交冠十年, 才生出花苞, 花苞解闭不开, 希望自己能有一段美好姻缘的人们, 会在间谍花前前成祈愿, 若得到他的祝福, 他便会打开花苞, 并把花苞内的精华赠予你, 那精华便是间谍珠, 得到此珠者会与自己的爱人永生永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, 魏无羡最后还强调一句, 十年才结果啊, 他颇有些自豪, 我可是一群姑娘里唯一祈愿成功的人物, 他们可羡慕死完了, 他轻轻地拉过蓝湛的手, 郑重地握在手里, 蓝湛, 你永生永世都是我的人了, 蓝旺鸡被魏无羡的话, 震了一颗心飘飘然如在云端, 心里的酸涩煞时烟消云散, 他回过神来, 问道, 你相信这个啊? 魏无羡好似突然清醒过来, 暗地里想, 我到底在兴奋什么? 听了那群姑娘的七嘴八舌, 就兴致勃勃地跟了去, 这种也就骗骗小姑娘吧, 真是, 他似乎有些尴尬, 结结巴巴地说, 信啊, 这, 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信? 话锋一转, 他凝视着蓝旺鸡, 眉目间似有若无的情意, 不过, 我更信你, 好了, 快赶路吧, 他有些慌乱地转过身去, 借意掩盖那点突然被自己发现的小心思, 暗暗道, 糟糕, 我何时也生出这般女儿心思? 他没注意到, 蓝旺鸡在他背后伸过手来, 用力将他揽入怀中, 低沉的声音贴着他耳朵换道, 卫英, 接着, 一句轻语, 声音虽轻, 微无限, 却心神俱阵, 自学脸皮如千年城墙般后的他此时, 也禁不住脸发烫, 你, 蓝旺鸡专注地看着他, 脸上微微的笑意如春风乍起, 直吹到新地去, 微无限再也招架不住, 举手掩面, 竟然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, 蓝湛这个人真是的, 蓝湛轻声说的话是什么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